7月2号,安徽蹦步以女子邹某某遛狗时为拴狗绳,狗突然窜出吓到了邵某的女儿,邵某气急地与邹某发生了争执并互殴在一起,随后邹某带着狗回了家,而邵某抱紧趁女儿被狗咬了。 警方赶到现场进行调解时,邹某态度仍十分嚣张,自称是灰州燕的老板娘,家里非常有钱,并当着警察的面威胁人家, 你怎么敢动我的狗,敢弄我的狗,我就给你孩子弄死,你试试,不就要钱吗?老子有钱,我干了几个灰州燕类,这些都是我干的,老子有钱不怕,几千万都赔得起,你的小孩还没我的狗值钱呢? 这番话实在太刺耳了,难道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,就可以践踏人命,侮辱别人?在该女子眼中,别人的命还没有自己家的狗命值钱呢?这真的太荒谬了。 该六个女子的言论在网上曝光后,迅速引发网友的关注和愤怒。 7月3号,邦步灰州燕餐饮有限公司回应称,当事人行为属于个人言行,和公司无关,并向公众致歉,称已解除与当事人的聘任合同。 7月4号,当地警方发布公告,对邹某某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拘留3日,对其现场语言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违法行为予以行政拘留4日,合并执行行政拘留7日。 在警方的通报中,邹某某也因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,被处以行政拘留3日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半,然后有朋友之前让我们去拍一下灰州燕的后续,然后趁着晚上有时间我们过去看看。 我走了之前这条路的时候,以为没有什么人,结果我错了。 因为我白天的时候就是听说直播的人已经走了,所以我就想着应该没有那么多人了。 结果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晚上的人好像也不少。 灰州燕县这边晚上是已经关门了,白天的时候开着门,有人在里面退宴席,但是晚上是彻底的关门了。 而且晚上本来散步的人就多,导致晚上人特别多。 然后整个灰州燕都是关着灯的,旁边的维也纳就显得特别鸟湯。 我给你们说一下灰州燕门口为什么没有人,是因为灰州燕门口的信号特别差,人太多了。 而且警察是在这边维护秩序的,因为旁边还有维也纳嘛。 维也纳在旁边可能也很尴尬,因为刚刚上来的时候,所有的人都堆在维也纳门口, 因为维也纳开着灯,灰州燕没有开灯,让很多人误以为维也纳是灰州燕的正门,还在那个网里面看呢。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影响还蛮大的,导致这一块,我感觉比步行街的人都多,就是过节的步行街的人都多。 来的路上我就已经听说了,直播的人是被喊走了的,因为确实对市容影响也不太好。 但是其实在路上还有对面,其实都有很多人在直播这件事情。 晚上的人比白天的人超出了不止一倍,甚至两倍三倍都有。 我现在在这边对面已经是文山人海了,而且现在是已经八点半的时候,你要想一下。 之前看了就是灰州燕的老板出来道歉,其实大家要的不过就是灰州燕的老板娘出来道歉,但是老板娘现在还在里面呢,要等老板娘出来,这件事可能才会慢慢的处理掉。 其实有时候大家来这拍的确实也是有点盲目。 就在这一块维护治安的警察,差不多我碰到了差不多就有十来个以上了。 只能慢慢等后续了,反正晚上灰州燕这个地方是已经彻底的关门关灯了的。 白天的话是开着灯的,但是也没有开门。 我现在就在灰州燕的正对面,看一下这边人有多少,有些人在里面直播了,因为灰州燕正门的信号特别差。 好了,我也是应大家的要求来拍一下后续,大家看一下后续就是这样,虽然还没有到结果的地方。 但是我想等老板娘出来也快乐,因为其实大家要的也很简单,要的不过就是,等她出来要的是一个道歉,不是她对所有人道歉,而是她对人命的藐视。 保障所运品 保障所运 hire 保障所运 site 保障所运 保障所运